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非诚勿扰》 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特别赞助博出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欢迎黄磊老师 黄岚老师 好久没有说 我们售后服务方面的事情了 跟大家讲一会儿 这个刚刚播出的 这个加拿大专场 两位黄老师应该还记得 在那个地方2号 王禄 那个女孩 当时我去加拿大 那个我们选人的时候啊 这个那个女孩我就有印象 有一个男生叫赵一斌 专门为他来的 这故事是什么呢 两人去海选 结果呢 我们导演组选上那姑娘了 那小伙子没选上 那小伙子喜欢那姑娘 然后我们要回国录像了 这小伙子就默默地送了一个女孩 他喜欢那些女孩 他就把她送到机场 他没选上吗 女孩上飞机回国来录像了 这小伙子就在机场 立刻买了下一班飞机 他自己就飞过来了 跑到我们组来说 我自己花钱来的 我喜欢你们那个2号 跟导演说 你看我自己来的 你看那我上去 我们就让他来了 他就上来表白 说我喜欢你 我专门为你来 你看咱们能不能 不是一块来的 但是咱们能不能一块回去 结果那女孩 你看很感动 答应了 现在两个人牵手成功了 现在俩人订婚了 你看 从她们 跟她们 跟她们一起来 没事 我等你们 我和导演组的人一算呢 对 就她们俩 对 就这两人 就这两人 他们俩从在报名点认识 到领证订婚 一共55天 这就属于闪婚了吧 闪 绝对闪的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吧 那个女孩说 那个男生 你愿意跟我走吗 那女孩说 我还要先去瑟达玩一趟 对 对不起 我要去瑟达 对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回温哥华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温哥华 因为我要去 因为你要先跟我去一趟 瑟达 刚才那个照片 就是瑟达在四川 在那拍的 刚才那样红布点那个 这订婚戒指了 祝她们幸福 我们希望听到更多这样的消息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上场的22号女生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香安叔 喜欢运动 热爱摄影 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 像孟爷爷这样风气睿智 像黄烈老是这样多才多艺的暖男 作为伴侣 谢谢 就找咱们俩来了 找咱们俩聪合起来 对啊 要各取你们的优点 结合起来的那一个 但也可能不小心找到 我们俩人的缺点就结合了一个 没有可能 我们俩的缺点是一个 欢迎你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敌论亮相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马尔代夫旅游大奖 凡是在本节目牵手成功 并在一年内结婚的男女嘉宾 都将获得中国人的喜庆佳 金世元 喜庆佳 提供的超值大礼包一份 早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留请1号男嘉宾 3位老师好 在场的24位女嘉宾好 我是梁超 今年41岁 来自香港 梁超 你是来自香港 好 你有什么要说的 你现在自己介绍 后台这个导演说 我是过来加三 其实我今天是为一个女嘉宾而来 然后我不是 这样吧 这个由我来说 刚才一看他上来 两位黄老师也很诧异 在你们手里拿的担当着没有他 哦 开场前一个小时 开场前一个小时 导演组跑到我来跟我说 有个新情况 台上有一个女嘉宾的亲友团 来了四个人来看节目 我说来看节目很正常啊 结果都来了 要票吗 我们就提供四张票呗 突然上了说 这四个亲友团里面 有一个人是来跟那个女嘉宾表白的 那个人也不知道 我们导演组里刚刚知道 两位黄老师也不知道 看半天也没找到这个人 好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为谁来的 7号 张云静 哦 哎 你看他 开心了 你们 你们认识多久了 认识两个月 超哥 真的 来 你知道他今天是 对 我不知道 然后我刚才 我刚才那个问他 我说 我问他吗 我说超哥呢 说去洗手间了 他这两天肠胃不好 我说那他一会儿还能来现场看吗 他就是亲友团四个人之一是吧 你们俩生活中见过面吗 没有 从来没见过面 认识两个月都在网上是吧 对 就是 而且这一次是 慢慢说 我们第一次 有点激动 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见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 这么大岁数的时候 来一次网友见面 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但真的就是朋友从四面八方过来 你从香港过来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 这是加三的 第一个还在后边 你现在把要对他说的话 一次说完 首先我这个 我带来了33朵的玫瑰 然后我先送一下 加油 加油 哇塞 你被我打了 好 就在那儿说也可以 加油 别啥也不说 我觉得就不需要 再说什么了吧 来来来来 你把要对他说的话 面对面地说完 他要答应拉着他的手 你们俩从那儿走 他要不答应 你自己从那儿走 我刚才走到那个上面呢 那个特别高 你也知道我这个高度 特别恐高 然后我觉得我走了99步 我没想到后来又加了一步 我以为那一步应该是你来走 然后我觉得这样两情相悦 爱才能长长久久 加了这一步 加了这一步 我觉得就是好事多磨 我应该从高处走下来 认认真真地 一步又一步地完成 我们两个前期的约定 我不想成为代理男朋友 我想成为男朋友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 谢谢 谢谢 好难忘哦 哇 好帅哦 恭喜你们 再见 谢谢 你下来的那一刻 我都整个人就呆了 就惊呆了 因为你从来没有 哎 达到目的了 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 你喜欢我呀 我们认识的时候呢 他就说他要上《非诚勿扰》 我希望给他一个惊喜 哇 虐狗啊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节目里边 不多的加三的人 小伙子长得也帅 对 保养得好41岁 长那么精神 那姑娘答应得有那么痛快啊 这什么都没说 就抱着就不撒丑了 人家说你再见啊 我走了 我还想他说点这句 不说了 不说了 赶紧走 赶紧回家生猴子 而且那个7号女嘉宾 我印象当中是宾客的 是的 你这个话说错了 人家赶紧走 不生孩子 没准 爱真爱来了 就改了 是吧 猴子就出来了 我发现每个女嘉宾 她不一样 真不一样 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 张云奕 张云奕 平常站在那儿 普普通通的 也没人怎么注意到 她走的时候 你看她穿的又性感又光芒的 就走了 她好像一感到有什么事 要发生了一样 爱来的时候人就会发光 真的是 好 祝她们幸福吧 有请今晚第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胡鹏 今年28岁 来自美丽的丽江古城 罗老师好 胡鹏 欢迎你 我可以先送大人礼物吗 有带一些东西 当然可以 这是给三位老师定制的 这个托儿贡茶 把你们的头一箱 直接做上去 好 哎呦 这还就不好喝了这个茶是吧 不敢喝了 不敢喝 把鼻子喝了 就是这个东面都不愿意拆了 这个茶呀 我刚闻了闻是生的 生谱啊 生好像是生的 一等咱照片呢 就搁在咱们公司办公室 等它搁成熟谱的时候呢 咱那节目如果还在 我们就把它喝了 好吧 这等多少年 一般的搁个两年就行了 那就这样吧 等《非诚勿扰》 十周年的时候咱们喝了 可以 到19年就可以喝了 他们都特别喜欢 送礼物的男嘉宾 而且一般的来讲 送完礼物之后 第一次是没有人给他灭灯的 就是从此见面 就表达一下心意 非常好 你这样做是对的 这位男嘉宾是珍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24位女生对胡鹏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谢谢 男嘉宾是男嘉宾的 男嘉宾是个有故事的青年 因为他带了鲜花饼 这个川普好巴士哦 真的 也是我老乡相守 为什么找你说话 就是你们俩口音比较接近 对 我是四川的 我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你比他 你的口音和他比起来 你这口音就是新闻联播 知道吗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我12年夏天决定来的丽江 丽江是一个慢生活的城市 如果说你早期的话 你会发现街道门也没开 人也特别少 很休闲 特别放松 这个丽江的风景的中转点 同时也是 很多人感情的中转点 其实我猜拳很厉害 可能给别人猜个十把 我会赢个八把吧 十三划碎 说猜要猜 南皮猜 艳语已经成为丽江一种 代名词了 很多人理解的艳语 就是低俗的艳语 但有些人觉得是高雅的艳语 只有新人 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遇见什么样的情 我那丽江的初衷 不是为了艳语 经营了两个客栈 和一个珠宝工作室 我真的来就是想着 把事情做好 来丽江每个人的目的不同嘛 但有些人是来这里忘却 有些人来这里是善心 也有些人来这边开客栈做事情的 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选择做什么 有人愿意回答他那个问题吗 那个问题怎么 再说一遍 最后那个问题 如果有机会到丽江 你会选择做什么 有机会到丽江 刘淑彤 我会开一个那个信 就写信的那个店 可以寄给什么思念的人啊 或喜欢的人啊那种的 那已经有了 旁边作为老头 帮你写东巴文 写了 东巴那个文字 写完了盖一串寄回来了 还有那个呢 丽江那个地方叫东巴文化 那个我我在那住过一个礼拜 确实挺好的 我也不出去 我也不愿意去那酒吧 我就白天坐在那 远远地望着雪山 跟几个人搓麻将 一搓就是一天 天黑了 喝酒去了 二十号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吃货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丽江那边有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 比如纳排骨啊 黑三羊 三文鱼 三文鱼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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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的 还有什么喜洲粑粑 还有这个 在这个大石桥那儿 有一个这个黄豆面 我觉得不错 还有个土鸡火 还有丽江粑粑 对对对 有丽江粑粑 有喜洲粑粑 喜洲粑粑 小锅米线 说到划拳 这个穿鱼一带啊 喝酒都得划拳 不划拳那酒就喝不了 划四川拳 而且说的一套一套 特别好玩 听得懂各种幽默 来 你跟吴童 你们俩试一下 让我们领略一下 重庆那边喝 吃火锅 喝啤酒 怎么划拳的 这个卵批材嘛 来吧 谈不清楚啊 太冤了 你过来 你过来 不是 太远了 你出什么朝不见 谢谢 他们这个里边有很多讲究 有很多客气话 咱俩滑拳 就先跟那个拳击比赛 俩人还得有礼貌的 先客气一下 他们用四川话 比如说 黄老师好啊 好得很啊 才开始 比赛 反正 反正 预备 乱比赛呀 好得很啊 全部都来 没得都没得 十几菜呀 十几菜呀 你看啊 正在桌上一杯酒 下去了 再来 再来 还要来啊 好 你不能让着 这也不用让着他 刚才让过了 还要 乱比赛呀 超得很啊 三点三 三点三 又银子 你要三比零 漂亮啊 再来 再来最后一下 还要来啊 我记得开头有句客气话 你们怎么都没有啊 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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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不是有句客气话吗 忘记 Mercury 好抵抗 好 来 来 我只好 你把这都拿 你把问好问全了 得 得问都全套的嘛 好 压批菜呀 好的很啊 实际菜 实际菜没得无非比赛 没得无非壮 打得无法 打得无法 平了 is吧 好 平了 平了… 输了还不高兴 ба 现在看到这个划拳在北方 这个北京是不容易见到了 原来在北京小酒馆里面 那因为那边打起来了 你到重庆去 所有的那火锅吃素食都划拳 因为只要一喝酒 不来这个就喝不了 那重庆人在家 夫妻两个也这样划拳吗 那不 谁给老婆搞这个 多无聊啊 老婆好啊 孩子好 谁试剑 我特别好奇 就是因为你在丽江待了这么久 也见过很多游客了嘛 是一个人去的比较多 还是一对去的比较多 这个答案决定了 他什么时候去丽江 一个人没挺多 一个人也挺多的 有些人一个人去 变成两个人 也有 丽江的酒吧 丽江的酒吧 到晚上嗨的时候 都在喊一个口号 一个人进来 两个人出去 我看下一条 去年年初的时候 在一个雨后的下午 当时下着小雨 然后有一个女孩 穿着一串高跟鞋 很小心翼翼地 从狮子山走下来 我也没想过什么英雄救命 我就一把就抓住她的手 她可能觉得也挺感动的 第二天就约着去那一家酒吧 她说这些年都没有遇到一个 让她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我说那丽江很容易遇到 她就说好像遇到了吧 然后后面 她看我喝的有点多嘛 她就送我回客栈了 所以后边就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在谈的同时见面时间也很少 一个星期见个两次吧 因为刚来要创业嘛 要做很多事情 他们也是外地来这边做事情的人 她们那边的风俗就是不外嫁 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分开了 我现在在丽江做事情的同时 我其实内心深处 很渴望有一段很纯洁 很感情 我年纪也不小了 谈恋爱我觉得要以结婚为目的 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一样 非常喜欢这个片子里边一个词 叫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两人在一起 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然后又那么自然而然地就分开了 导演说他还挺有才艺的 你刚才也没想展示一下吗 还是 唱一首那个张学友的吧 我等到花也谢了 来 掌声欢迎 我忘不了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来疼我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也谢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也谢了 我等到花也谢了 谢谢 唱得挺好的 那几个女导演为什么笑成那样 他们想起别的啥事来了是不是 不是 他们几个导演 拿他这个川普开玩笑 他请他们喝一种什么酒啊 也不知道喝个什么酸奶 他就跟我们女导演说 你喝啊 这个限量版的 我们说哎呦 限量版的 太好了 赶紧 是限量 5号 你一下里说 你跟你那个前面女朋友 是什么自然而然在一起 又自然而然分开的 因为我是觉得很多女生 肯定总共需要一句话 就是说你做我女朋友 或者说我们分开吧 那你们是怎么样自然而然 当时是 因为我酒量不是很好吧 他酒量特别好 他把你灌醉了 听上去 听上去 他是被那个女孩灌醉了 然后回去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也不是 就是 当时也没有发生 就是他把我送回去了 然后后面 然后就慢慢相处嘛 然后再 就是你喝醉 那天晚上没有自然而然的发生 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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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喝多了 啥事都发生不了 看下一条 彭子这个人 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 他有一点小男生的那种感觉 但是相处久了之后 觉得他还是挺开朗的 他在工作当中呢 也是比较认真的 但是相对来说 有些时候呢 他就有一点疑郁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觉得他个子不够高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做饭很好吃的 一直比较向往 能找到一个 长久一点的爱情 有 有 有一点遗憾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孟老师 谢谢 我说其实我内心是很宽严的 如果在古斯科的话 应该是李白吧 但是我也是个很真实的人 我就是不会说 为了拿着女孩子是 放弃立江现在所做的事情 但如果说以后 两个人相处得特别好 如果说能够结婚的话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的 希望台阶下喜欢的女嘉宾 可以联系我 我不知道她五六年前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看她现在走路 说话这个慢条斯理的 就慢下来了 是不是在立江弄的 也不知道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立江 我对云南也挺熟的 她那地方 其实立江相对 其实没有那么慢 立江算云南最快的地方 全是游客 游客非常多 基本上本地人越来越少 都牵出去 你到那街上听到 全是祖国各地的口音 对 大家好 我叫李金宇 今年24岁 我来自北京 李金宇 欢迎你 孟菲老师 你好 谁好 两位黄老师 你们好 你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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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晚上好 灯太亮了 看不见外边 孟菲老师 头也太亮了 早上好 晚上好 无所谓 无所谓 他这个动物 不要笑啊 他的这个表现 像一种孽齿类动物 黎先生 看到这个广告朋友 不知道他的印象 24位女生 对李金宇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刘淑彤 我刚才特别好奇 你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子一下呢 我在跟你们打招呼啊 你就太特别了这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他走路往一边偏 为什么 他老往那边偏 我怀疑他再走个20米 就掉下去了 有没有 前面还有20米 你走20米试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 真是好特别的 这一条 看第一条片子 有时候一种声音 或者一种味道 就可以把人带回真实的过去 喝一个 拿什么玩意儿 来来 喝 别动 别动 我是李金宇 我这辈子 跟死神打过三次交道 1992年的冬天 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个时候我八个月打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 就是打完碾机回家 看见我的脸 憋得特别通红 认定 我的喉咙里塞了东西 就把我的喉咙打开 用镊子把那个取了出来 发现其实是像一根大拇指那么长 一样的一个花梗 第二次呢 发生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跟我的发小 我们两个人在墙顶上 一个不小心嘛 身子一歪 我已经发出了那种 非常绝望的叫声了 我的发小 在一瞬间回神 把我拉了回来 我的第二条命 是我的发小捡回来的 而第三次 我觉得我能活到现在 真的蛮不容易的 以前的生活过于疯狂 过于荒诞 不过他们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我目前 更加珍惜我当下的生活 我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担任市场总监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 蛮不羞小节的一个人 我可以穿着西装和皮鞋去打球 我也可以穿着一身 非常简约的运动衣 去开非常重要的会议 可能有的人呢 喜欢我的不羞小节 亦或许有人不喜欢我的不羞小节 whatever 我要做我自己 年纪轻轻 差点死三回 复陈毅 我觉得您就是 传说中典型的熊孩子 太皮了 然后就是您现在心理年龄 您觉得有多大 这个我没给自己做过 什么样的姑娘啊 我觉得 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吗 讲真啊 讲真在别人面前我不觉得 可能在我妈面前是吧 我觉得你确实还是个宝宝 你喜欢这种宝宝吗 就是有点操心 太废了 就领回家去 让自己的母爱波发一下 我累 我小时候也有一次 跟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 我说吧 这句谁开了头 每个人都有 而且我这也不是说自己造成的 是一生造成的 就是我输液的时候起反应了 然后还挺严重的 就是最后给我们家长 都下病危通知了 当时我整个已经昏迷了 然后出现的都是幻觉 当时我就是感觉 所以我好像吃了一个香蕉 后来等我醒了之后 然后据说是 我在咬我外公的大拇指 我也要说一个了 我小时候大概上一年级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水银有毒 对吧 我也在那听说 有人说水银有毒 我就在想琢磨哪有水银呢 有人说温度计里边有 体温表 体温表 我就拿着这玩意儿啊 我就那个小时候 他说我们四川那边爱 不是煮饭 是蒸饭 那个万万冒气的那个眼儿 嘶 得多烫啊那个眼儿 我想知道这个里边 温度到底多高 我就拿着这个体温计 我也不知道 这上面最高就40度 我以为能测出100度了 我就把那个往里边一插 我想看看它的温度 我那一戳 啪 一秒钟 啪 碎了 那水银不就出来了吗 留到饭里去了 一个11年级的孩子 知道这个水银有毒 然后水银到了饭里去 我没有勇气跟家里 承认这件事 我要一说 能给我们家人打死 但是当那个饭盛上桌的时候 我那颗幼小的心灵 我就在脑补着 我们一家人吃这个玩意儿之后 都中毒而死的那个画面 你想想那孩子 面对着那一桌饭 我就默默地在观察他们 直到他们都吃完了 我也吃了 大家都没事 然后第二天觉得 生活非常幸福 就提醒孩子 这些不能干得多死了什么 我们来看看情感经历好不好 那个时候年少轻狂 我就是孩子王 我呢谁都不怕 唯独就怕她 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 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呢 对她还算百依百顺 不过她似乎并不吃这一套 关键是她还有一个 比她还狠的老爸 有一次呀 我俩在路边冷战 这个时候我想走 但是她不让我走 突然呢 咔嚓一声雷 她爸出现了 你干嘛呢 干嘛动我女儿 二话不说 上来给我一大堆爸子 说不要让她再看见 我跟她的女儿在一起 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连夜带着四十多个人 满城去堵她爸的车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我跟我的女朋友呢 也分手了 另一段让我印象最深的感情 始于马尔代夫 那里据说是全球艳遇率 最低的国家 而我和她呢 却算是一次艳遇 当时我看到她 被几个外国人纠缠 于是我上演了一部 英雄救美 女孩感激得握着我的手 留下了她的微信号 后来我们展开了 长达一年多的一国恋 我在北京 而她在多伦多 可是好景不长 矮于他们家里人的反对 我们最后只能分手了 我一共谈过五个女朋友 都见过我的妈妈 有些人觉得 见父母呢 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可是我不赞同 我觉得呢 既然谈了 她就是朋友 没有必要把见家长这件事 搞得上纲上线 而且我从不认为 谈恋爱 必须以结婚为目的 单纯的喜欢 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我的理想女生呢 我希望是从事过服务行业的艺术生 刚才下去的那个 是在中国艳遇率最高的城市 这儿来了一个 在马尔德巴 全球艳遇率最低的地方 然后你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然后就自然而然地 就在一起了是吧 怎么算自然不自然 我也不懂 刚学了一个词 前面教了我们特别人 一个词 宁慧子 我看到你好像谈恋爱 谈得还挺疯狂的 然后男生的 不是 女生的家长 好像都不太喜欢你 我想知道这为什么呢 第一个的时候 发生在我18岁 然后那个 她那个女的比我小2岁 她没成年 但凡是个家长 估计都不愿意 第二个就是年龄的差距 她比我大蛮多的 大多少 我就透露一点 她属猪的 您算一下 哦 71年的 不是 5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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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我自己了 周立山 你之前对待你的女朋友的父亲 然后不是带着40多人 照他们反对嘛 然后就带着他们去 围堵他的父亲对吧 以我当时18岁年龄的阶段 我想的应该是一眼还眼一牙 但是我啊 如果我女儿16岁 他见了一个18岁的男孩 跟他在这儿拉扯扯 我以为不是流氓 那我肯定现在就打 对不对 我还得报警呢 我还不能让他走呢 对不对 没想到是这样的 但是你晚上40多个人去找他 这我觉得有点不对 随时机 我看你VCR里面说 你的理想女生 是从事过服务行业的艺术生 对 我也是这什么职业 挺好奇的 要解释一下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我现在从事服务行业的艺术生 谁 他真是 包括我也是从事服务行业的艺术生 因为我觉得学艺术出身的吧 他会比别人更加有一双明亮的 这么发现美丽的这么一个眼睛 然后这个说的可能异象一点 然后那我们直接说写实的 做过这个服务行业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做过很多服务行业出身 从服务行业一点一点走出来 他更加明白民间这个疾苦呀 他更加知道 他用了民间这个词 他更加明白生活不容易呀 虽然家里特别惯着我 但是我比较喜欢那些就是 比较跟群众挨得更近一些的工作 大概是这样 我打听到你们家 你们家是 听上去你们家是打那个紫禁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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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喜欢热爱生活 有爱心的姑娘呗 对 我的座右铭就是 热爱戏剧因为热爱生活 热爱戏剧因为热爱生活 对 你把它收了吧 对 你是学戏剧的 戏剧学院呢 我方便说吗 说吧 最不丢人的 可以说 你什么 黄岳老师 我说真的 我看见您在《非诚勿扰》上 我特别激动 因为我 这不方便说的 就是 他这说话老有一种 让我觉得后边隐藏着 很大一件事的感觉 我抱过两次某个城市的戏剧节 抱戏剧节 你就抱个屋这戏剧节 对对对 新年纪录的竞赛单元 但都没入围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 这正常一百次多个戏 就选12个戏 就这么为日多数 再次感谢无人戏余佳 他还听电话了 所以你又得去了 对 看下一条 对于这个兄弟 我就两个字的评价 靠谱 为人随和友善 跟谁呢都自来熟 脑子聪明 反应快 然后缺点是因为反应快 所以说话太快了 有的时候我都听不清他说什么 我希望他在这次的《非诚勿扰》的过程当中 顺利牵手女嘉宾 最后留灯的21号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你喜欢懂艺术的人 我也学美术 然后我从小时候弹钢琴的 但是我想找一个男生就是懂艺术的 你喜欢那种女生 但是你本人懂艺术吗 你觉得 艺术是一个很意向化的东西 每个人可能对艺术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有不同的那么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怕我说出来 我对艺术的看法 与您是被 可能是背道而驰的 也有可能 那相像的话当然是最好 那我不好意思 因为我要灭了 好吧 挺遗憾的 我知道挺遗憾的 我觉得如果学过艺术 并且干过 从事过服务行业 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点 但是不代表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学过艺术 或者说我没有做过服务行业 就不行 大家可能对这个理解有些偏差 哎 这小伙子的类型 我一直在琢磨 我就觉得他有那么一点怪 我还总结不出来 我一直在试图 对 刚才聊的时候 刚才聊的时候 好像频道都没调准 聊不进去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总觉得他讲的每一句话后边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事 他一听了也没有 对 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 我叫甲花哑巴 我是来自四川的阿华州的藏族 甲花哑巴 欢迎你 名字你们没听清楚 我重复一下 来 黄磊 告诉你 甲花哑巴 藏族名字 哦 好的 好的 甲花哑巴 谢谢 谢谢 甲花哑巴 今天这个要说扎西的了 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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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碗青柯酒就齐了 为什么你呢 你比我们俩的要长 那就是啊 因为我比较谦细 啊 你这个话说得我们 简直了你听不下去 我们因为谦细 才显得这个短啊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往向我们推电的 藏族 藏族康巴汉 小猴子长得多帅啊 帅 这个康巴汉的就是长得帅 好 是康巴族吗 我是阿爸州的 阿爸州的 阿爸州的 24位女生对甲花哑巴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7号 男嘉宾是小数民族是吧 对 多新鲜 这个还看不出来啊 哈达 你哈达都给了 还说 甲花哑巴 然后送了哈达 刚说了阿爸州 说了来自阿爸州的藏族 然后你说你是小数民族吗 我想说 因为我也是少数少数民族 你是哪个族 我是土家族 土家族 所以我一定会 哪里的土家族 我属于贵州地区的 贵州是吧 对对对 刚从那儿回来 可喜欢你们贵州了 是吧 所以我会力挺男嘉宾的 一个土家族的姑娘 跟一个藏族小伙子走了 我父亲母亲同时 他们两个也分别都是少数民族 也是不同的少数民族 等会儿 你爸是什么族 我父亲是土家族 我母亲是苗族 苗族 对对对 贵州土家族苗族特别多 还有布宜族 我前几天到布宜族 一个村支出家去喝米酒 好 布宜族 来 看你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佳花雅巴 来自阿巴铸 是四川的藏族 我们藏族是只有名字 没有姓的人 在藏语里面 我的名字是吉祥的意思 我觉得汉字的名字 信太多了 记不过来 小时候我是幽牧民族长大的 家里养了三百多头猫牛 有一次放牛的时候遇到狗辣 就跟现在成年人养虫物一样 我给每一只猫牛都取了名字 所以每次家里买点我喜欢的猫牛 我都会哭 长大后我想看看草原外图的生活 离开了阿巴 带到了西安 我现在在先做舞蹈演员 跳藏族舞蹈 开始慢慢融入到大草原之外的生活 以前在草原上很少人说我长得帅 现在到了前就飞一样了 这个圈子要被良心 我平时喜欢看一些热门的电视剧 小丈夫 陶先生 我觉得从电视剧里面 可以学习很多汉语和道理 离开阿巴两年了 从草原来到城市 现场的女嘉宾们 你们会喜欢来自藏族的我吗 我觉得黄岚对她 应该充满着小鲜肉 好可爱 只要看我们公司出产的电视剧 我就觉得特别好 看了你们小鲜肉 对 小丈夫的制片人 小丈夫 对 小丈夫 她制作的 这个电视剧就是出自我们 黄岚姐姐 对 你看过的是吧 看过 还可以再回去补看一下大丈夫 还有大丈夫 虎妈妈爸这些 你把你们公司的产品 全说一遍 对对对 我回去给你们曹老板的收钱 他只说他制作的 别人的他们说 对对对对 电视剧都给他管啊 他们那边 辣妈正传啊什么的 再说我给你收费了 这个人小伙就丧死了 我们印象当中啊 大多数 绝大多数少是民族 都能歌善舞 是这样吗 哎呀 好腼腆 来一段 来一段 我的心都化了他这笑容 你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吗 唱一首歌 可以 来 我们掌声欢迎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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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我听过的藏族的歌 都特别高亢嘹亮呢 那是什么女生唱的 这是一首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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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阳家座的情歌 沧阳家座 沧阳家座 你能不能那个郭庄舞 你给我们跳两下 我也跳过这个 就是老是不协调这个郭庄舞 你来一下 她 她勉腆 是 其实她这个 她是专门在歌舞团表演 做舞蹈演员 但是她刚才去跳个大概棋 不是 我跟你说啊 对 服装的演技 有点 这个 你别看 这个郭庄舞啊 包括新疆的麦希莱普 都是看上去动作很简单 就是汉族人去做吧 就显得特别笨 我就跟她看上去这么甜甜的 你 就是我每次喝多了才这样 反正哪儿 哪儿都不对 就跟着人家跟傻子一样 在弄着 这个舞 是不是每次吃饭的时候 一热闹了之后 都跳这个 我在西藏待了几天 每次喝酒喝的 都大家一起围着这个火跳这个 特别开心 5号 我2012年去过西藏 然后我也感受到那边的 藏民的那些热情 我也很喜欢藏族人民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小时候放牛的时候 不是有300多头吗 那你怎么搞得清啊 你会给他们取什么名字吗 这个的话就是 那个牦牛的淹死啊 就是靠那个淹死来 就是取名字 一头牦牛多少钱呢 我爱打听这些事 我几十万 一头牦牛现在多少钱 我前两天才问过的 能卖多少钱 三万 五万 三万 不值 十多万 十万 应该就牦牛也大小都不一样吧 你就说普通的 一般那个成年牦牛 一头多少钱 几千块吧 不可能 我给你几千块 你买一头给我 多少钱 好几万 我刚从云南那边 回来的那个牦牛 好几万那个 你不用那么客气 大一点 你就要提醒一下 不好意思说 我跟你说牦牛好几 还不是一两万那种 大几万一头 三百多头你算吧 客气 客气 好几千块 吴童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感觉有点害羞 我们一直在这里注意到你 口水都掉到地上去 我觉得你其实身上自带光芒啊 你平时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样 就是比较绵脸 还是你平时其实是一个 比较活泼开朗的那种男孩子 那种男孩子 他问你平常是什么呀 他看到你口水都掉地上了 我平时不太爱说话 平时也不爱说话 就是喜欢闷到几个人是不是 然后今天有点紧张 本来就腼腆 不爱说话 尤其怕碰到你这种类型的 是吗 我去过阿爸那边旅游 然后 我就是阿爸的 对 我刚刚看你VCR里面说了 我是去康定啊 道成亚丁那边 然后就有徒步的这种旅游项目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给我 因为我走不动了 就去雇了一匹马 然后给我牵马的那个汉子 就是藏族人 然后他一路都在给我唱情歌呀 没有唱套马的汉子啊 套马 就是像他刚刚唱的这种类型 比较温柔的这种情歌 然后遇到泥泥 可能走不过去的时候 他就会把就是心疼那个马太累 就把我抱下来 然后走到平路的时候 又把我抱上去 当时我年纪也比较小 还很清晨 就觉得特别的心动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这个藏族的汉子 还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 好像代表了什么意义一样 然后 你没有当时决定就留下来 不再回去了吗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 是要对我有所表示的 所以我当时一直等 他在问我的电话呀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他没问 他没问我 然后我就跟 我就跟这个客栈的其他的同事们聊天 就说到说 好像他对我有点意思 然后他说 我们藏族这边的汉子 一直都是比较多情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说你是这样子的人吗 就是比较容易对女孩子动心 然后有一些这样子 比较自然而然的举动 今天这期节目要起个名字 叫自然而然 你们不会吧 他不会 你碰到的也是极品 你把在那人身上缺到那一刻 在他那找回来 这样 人家会介意的 我介意 就是他们那儿的 对 看下一条电话 我只谈过一段恋爱 他比我大五岁 是带团来去找过旅游的导游 他主动摇了我的微信 聊了四五个月之后 我们见面并确定了关系 当时他在成都 我在九寨谷 因为是一地 一年见面四五次 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 他和相亲的男人结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早就等不了我了 在阿宝年轻人渡舍 放牛的时候 我谈谈恋爱 结婚也不需要什么礼金 这送牛羊 我觉得在我老家 大家都很淳朴 我也是这样 害羞 孤子们爱说话 到了西岩以后 在健身房 常常有姑娘和我打讪 我也从来不敢回答人家 我不建议接地恋 我觉得好先生你们将来 照顾路远那种挺好的 如果可以 我也想做一个小丈夫 找到一个成熟的女人 和我相伴一生 没想到小丈夫 他挺好玩 这么害羞的男嘉宾 真没见过长得那么帅 他今天多大 你今天多大 23 23 你不介意找一个比你大的 你给我说个上限 你就能找的大多少 你给个上限 三十以下吧 三十以下 李娜刚才还 还同样希望了一下 刚好 刚好过下 台上三十以下的举手 我看看 李娜 大多数都是 都可以 都是你的姐姐们 都可以的 你看这个 这个宝宝带回去得好好照顾 你看这么害羞对吧 这么乖 你说说你们那儿的 就是要跟你结婚的话 台上大多数是汉族的 要跟你结婚的话 有没有一些民族习俗上的 要注意的问题有没有 要有 你告诉他们 没有什么这样 没有什么 结婚的话就是老家接一次 这边接一次 老家就是到阿爸接一次 到女孩家接一次 办事的时候 两边搁拔一次 两边搁拔对 就是汉族的习俗来一次 藏族的习俗来一次 对 我的意思就是 藏族的习俗 你能不能讲这么 最重要的讲这一两条 比如说汉族的 那个叫什么玩意 叫焦杯酒啊 什么什么玩意 我没老结婚我不知道 有那些程序 有这么一些 你说说藏族 藏族你说几个特别重要的 我们藏族的话就是喝奶茶 酥油茶 喝酥油茶 还有呢 然后吃藏巴 藏巴 好吃 我喜欢吃那个甜的 搁点蜂蜜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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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吃 这吃 这不能多吃 不能多吃 好 10号 看上去你就是很那个 腼腆 不爱说话 挺内敛的一个人 那你会和女朋友吵架吗 你舍得跟他吵架吗 这个样子 不是 你要惹我生气 你会跟我吵架吗 你会跟我对着吵架吗 不会 我想象不到你吵架的样子 不知道啊 好可爱啊 真是和爱的宝宝 你想想 如果他干了特别混账 你不能忍受的事 你将以什么样的方式 表达出来呢 一个人坐在那儿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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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憋了半天 我说这个问题 他太可爱了 他一直在哭 萌萌吧 孟非 他一直说成这样 不许你们欺负他 谁都不许欺负他 你们谁欺负 我给你们翻脸啊 8号 你现在23岁对吧 那你有没有就是规划过自己的 就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计划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对 他那几年之后再结婚好了 大概几年 大概几年 一两年 一两年吧 一两年 一两年 我像他家长一样 他看我一眼 一两年吧 一两年好不好 来 看下一条 单纯善良 话不多 比较内向的一个大男孩 我记得有一回 我们一块出去聚餐 来了螃蟹 然后他告诉我说是 咱们不要吃了 把它放生了吧 感觉呆呆的 我们开玩笑的时候 他都会躲着 我们每次下班了 然后他就帮大家收拾一下服装呀 打扫一下后台卫生呀 加油 加西迪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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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号 如果上海的妈妈爸爸就是 觉得你比较疼爱女儿 希望在上海这里 那你要回你的那个家乡那边吗 就是不会选择留在上海 这个都可以 就是我觉得你是比较 什么都可以的人 那你自己比较独立的一些观点呢 还是你也会听你爸爸妈妈的想法 你父母就怎么说 你就怎么选择 在家听爹妈的 出门听你的呗 是这样的吗 我要听你亲口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话 就是还是出来努力努力 然后偶尔会老家看一下爸爸妈妈 这姑娘在上海 她的意思是如果跟她好 到上海生活是意思吧 对 就是如果在以后是异地的 肯定是异地的 在上海 我希望我觉得男嘉宾 可能年龄也比较小的关系 有可能一些方面不够再成熟 希望你可以更加坚定一下 自己的立场有的时候 所以谢谢 这个建议就是 她就是你跟女孩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虽然那么腼腆 这么可爱 但是有的时候女孩还是希望男孩 在某些事情上 就是有些事我可以都随意 有些事还得有一些主力的 是的 我以为说比较对 来 你说你觉得大家一开始都那么喜欢你 到最后灯都灭了 你觉得如果说你要找找自己身上的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呢 不太会说话 不是不太会说话 就是你的性格 虽然非常可爱的那一面 当然觉得特别nice的那种 但是呢 在和大多数女孩找个男朋友呢 还是希望 就像刚才那个22号说的 对很多事情呢 要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让他们觉得 因为女孩找个男朋友在一块 还是多多少少了 希望有一个主机 其他主 起码是个搭档吧 两个人可以彼此 彼此 你要表现 稍微 不是说就一定要强势霸道总裁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男孩应该表现出 稍微强的那一点东西 是 在感情当中 不要等待有姐姐来照顾你 对 所以还是要自己赶快成长起来 对 谢谢 他会 会 有几个姐姐照顾之后 他就成长 先多找几个姐姐 好 再见 好 再见 今天可能表现得不是很好 然后有点紧张 然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 台下有喜欢我的 可以联系我 大喜姐来 谢谢 你还小 确实是 又淳朴 又善良 单纯 你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成长 真的是 我说不出来觉得特别 人这么好 看上去这么舒服 但是我想我要是个姑娘的话 对 我要是个女孩 找这么个男朋友也 他会激发起女性 要保护他的那个冲动 我要是个女的 我想当他妈 好吧 不行 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赵敏敏 今年24岁 来自上海 24位女嘉宾好 莫叔叔好 多多爸爸好 谢谢 黄岚姐姐好 谢谢 这辈份 跟孟叔叔多多爸爸 黄岚姐姐 我上次有个男嘉宾 叫我黄阿姨 我很生气 原来做的是黄奶奶 你怎么想吧 我们也不可能再来个黄妹妹的 也不一定 像完美来个黄妹妹 24位女生对赵敏敏印象如何 请考虑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请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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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忘了 我很 有没有人想知道 前面那个宝宝 他会喜欢什么 那种类型的 我们服务一下 服务一下 说不定观众当中 有喜欢他的 符合他的条件的 是接近于哪一款 来 我们看看前一个男嘉宾的 心动女生是 对 对 我嘞 你发表一下互奖感言 我其实觉得他挺好的 我喜欢那种 就像他这种 说吧 你刚才为什么不留灯呢 我喜欢 因为他说不要30岁以上的嘛 你30几了 我31 踏迹而过 对 我想把他叫回来再谈谈 刘淑彤 你对他的印象 我刚刚他不是说他挺逗的吗 我想继续观察一下他到底怎么逗 看看跟那个梧桐能不能插出火花来 快到碗里了 来 开第一条编 好 我叫赵明明 在上海市中心一家免税店工作 名字虽然有点女性化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直男 我是学日语专业的 魂科班的女生当男生用 男生当畜生用 我就是那个生畜 大学里面当了两年的话剧生社长 我演了一个娘娘枪 娘娘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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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枪啊 我很娘吗 很慢啊 哈哈 我最大爱好就是 打篮球 因为小时候家里球 大人说 家里球你玩个久了 最惬意的事情就是 运动完之后洗个澡 躺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吃着棒冰 敲着二郎腿 我一年四季都会吃棒冰 单身过 我总会有寂寞空虚冷的时候 需要一个枕边人 分享同一根棒冰 我脚收心了 立马做这个动作 然后这样脚就会好了 左边的鼻子倒写 然后掐中指 然后手举高 可是照了很多生活想必语 想要牵手我的女嘉宾 传授我一身的武功给你 我太屌丝了 所以说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聊多了 其实我也能算半个高富帅 是吧 一米七九 帅到没朋友了 毕竟我也是开大班的人 辅导留油 辅导有冰棍吃了 现在 我能吸引女孩子的地方 就是可以天天逗她笑啊 人好钱多 爱说笑话 爱豆皮 天呐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海贪 龙帮 龙老 完了完了 我本来想要拍出一个高大唱的样子 斗鼻形象已经被全国人民都知道 拍完这段VCR之后 更找不到女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导演说 你自己说一下 在拍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 你吃了多少根冰棍 吃了 拍了应该一天半吧 吃了 应该我那个冰箱 一箱子都吃掉了 你有请我的同事吃吗 请啊 他们吃的好像比我还嗨 我觉得很丢脸 因为本身自己在家里自己嗨嗨 自己痘痘就算了 现在在全国观众人面前 就是痘痘已经 像他这样的拍这片子好拍 别的人找各种景啊 各种镜头啊造型 他就往那沙发上 他一个人一坐 一个人一袋眼 说完了 完事了啊 你想刚才那个宝宝 他也不说话 要拍一个片子得多少镜头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黄磊老师 谢谢您 因为我觉得就是您特帅 人特帅 而且嘴巴特能说 是吧 就是你旁边那个人 看你的眼神 我说莫姨 我说我错了 我错了 马月 我看你那个特别爱吃冰棒 让我想到了 我就特别爱吃榴莲 一般人 很多人就接受不了榴莲的味道 但是我就能接受 还有一个就是 我特别爱闻那个 汽油和油漆的味道 香蕉水那味 我也挺喜欢的 那你在小区里边 谁家装修 你就上他们家门口坐着 对 他们说那个喜欢闻 这个特殊味道的 就是因为身体缺一种 缺什么东西 缺感 缺少一个枕边人 我其实不太能受到榴莲 因为我一个朋友 在家里冬天吃榴莲 然后他放在微波炉里 炖了一下 然后一个朋友来他家 他说你家在炖那个呀 你呢 春夏秋冬都是那么爱吃棒冰 这样吃棒冰 不会对身体不好吗 没有呀 也好 吃啥半半香 四号 你说你懂很多生活小常识 我觉得男生懂那么多 有一点娘 所以 我是知道没朋友的人耶 好吗 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下 具体那些小常识 是关于什么的 然后你是哪里知道的 说一个 说一个有用的 我们 你觉得大多数人 都不会知道的常识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我知道 老家爷爷奶奶那辈子就说 如果你天 就是天上看不到星星 然后月亮长毛 然后就说明明天会有雨 看不到星星 月亮长毛 月亮很模糊 很模糊 会下雨 就是有那个光晕 晕 光月晕 注意带雨伞 谢谢 郭磊 我看你知道 好多生活小常识 然后就是尤其是 关于治疗方面的 我妈妈就特别感兴趣这个 有的时候我在家 一生病了 什么肚子疼呀 然后胃疼呀 我妈妈就在旁边 给我各种小偏方什么 掐我手指啊 什么 掐我肚子啊 对对 掐你人中 掐那个手 弹膜指和那个 肚子疼 一定有这会儿 有大夫在线上看得着着急 你要说肚子疼 我告诉你 有400种原因 能导致肚子疼 不是那400种肚子疼 都掐那个地方有好处的 建议大家有病 还是上正规医院 请请观众朋友 台上男女嘉宾 都在胡说八道 不要听这些话 看下一条片子 见面来讲 我的情感情地方 正是在一起的哲理 其实还有很多段 只牵握手 一个礼拜内那就不算了 当初是她追的我 两个人相互下来外来就好了 当时学习压力也挺重的 偷偷带手机啊 夜里躲在被窝里 偷偷发短信 凌晨一两点钟 你很想睡了 然后她让你陪她聊天 男女朋友之间 也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的 分手第二天 她就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同时失去了爱情和友情 我和我之前的所有同学 全都断绝了联系 然后一个人去了浙江宁波学习 但是你要知道 逗逼是自带恢复罢子的 我自己就愈合了 第二段感情经历是 家里人逼着我相亲 相亲的时候 父母都会在的 特别的尴尬 相亲之后就是 互相留了微信 逐渐聊得久了 就在一起了 做的最不能让我忍受的事情 就是在朋友面前不给我面子 而且莫名其妙的不开心 后来也是女方提的分手 一般性我是不会主动提的手 其实就是她长的手 或者是我长的手 谈女朋友的时候 我爸教我 该花钱的就要花呀 想当年我就是这样追到你妈的呀 我一般性都是那个主动人错的 做男人类 女人的心思真的很难揣摩 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真诚 找一点套路 有一件很浪漫的事 经常会看一些笑话截图 当我找到我另一半的时候 每天都给她讲 让她每天都开心 记住我是个好男的 谢谢 谢谢 有这么一款男朋友 也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啊 挺好的 对 时宾 你被你的好朋友挖了墙角 也不算挖了墙角 你什么感觉 什么感受 干得漂亮 你好可爱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 他说 他刚才说的是 跟我分手的第二天 就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了 我想问一下 你真的相信 是在你们分手的第二天 他才跟他好的吗 这是一个生活常识的问题 孟叔叔提醒的是 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也不太懂这个 我就是好奇 孟叔叔是老江湖 这也都看得出来啊 王岳辰 我非常同意 你在VCR里说的 就是谈恋爱之间 也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想问一下男生就是 你现在 你也是一个不黏人的人 对吗 有意思吗 我其实还挺黏人的 那你说自己 我说三天一个电话 或者是好几天 那也算挺长时间了吧 应来 男女朋友之间 这个我不知道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你说出去要给男人面子吗 那我觉得出去的时候 女人也需要面子 那你觉得你怎样 会给你的女朋友面子呢 你要这个包包买 你要吃这个随便挑 这好像不是面子 这叫虚弱 对 其实没有男人跟女人面子 或者女人跟男人面子 是要有修养 对 这个修养并不是为对方 是为你自己 这样讲更准确一点 这个给面子听上去 有点像那个 帮派聚会的老大出来了 你得给我 你今天要给我个面子呢 我见过很多就是 女生不给男生面子 男生不给女生面子的情况 我举个例子 女生不给男生面子的时候 经常当着她的朋友的面 数落他 对 对 你看这个人 眼睛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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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如说他是我女朋友 我说你看啊 这长得不好看 有的时候说 后来快去买单 别人说 就叫我去买单 你支配人不就是买单 就会指使女生干很多事情 或者哥们点烟 你就得去给他点烟 我看见过有这样的情况 就我觉得不太够尊重 这太多了 对 而且呢很多男人很享受这个 对 你看我带来的妞 长得漂亮吗 叫她干嘛就干嘛 老爷爷有面子 对对对对 给那孟爷爷把水道 是不是 她有面子 这个是不是有些 很多小伙子觉得 这辈儿有面子是吧 孟爷爷爷最清楚 孟爷爷爷了解的是 为什么我最清楚呢 您是老江湖 下一条吧 明明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如果是她同事的嘴里知道说 我要过生日 这个也是她送给我的一位小礼 明明一直是我 我非常喜欢一个同事 平时她能帮我 分担很多的工作压力 但几乎什么活都能交给她来做 她最大的缺点就是 特别爱说 哎 今天我们一起去吃饭 今天我请客 缺点大概就是太热情了 有事没事就会过来问一只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谢谢 谢谢 顾锡林进入到了男生的权利 上去灭掉一盏灯 回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请8号 24号 我们来看一下赵明敏的 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看大屏幕 十项资料你选一个 我选约法三张吧 好 我们来看看 三个姑娘约法三张怎么说 24号 希望在婚恋中 男方要做到诚实 善良 孝顺 体贴 婚后不介意和男方父母住 对待婆婆会对像自己妈妈一样 但希望以心换心 23号 婚恋中彼此要有私人空间 婚后不与双方父母同住 不可以为了同一件事反复争吵 8号 希望男生在婚恋中 对感情忠诚 尊重彼此长辈 做到有礼有节 不在长辈面前争执 遇到事情要懂得合理 理智的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妈和你同时掉进水里 然后你会让我先救谁 但是此时又出现了一只皮卡丘 你会让我怎么办 你妈妈和我还有宠物小精灵 我们三个掉进水里 对 皮卡丘的话只是一个卡通人物 我和你妈 你快点慢吧 我 你还是先救你妈吧 因为我游泳很好 我水星很好 所以我去救你妈妈 你去救你心爱的皮卡丘 还是那个什么小玩意就好了 谢谢 过桥 对 我跟宁慧子是一样的 我刚刚也是想这么说 好了 你做最后的决定吧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我选心动 两位女生请回 其实你和我相处久了的话 就会觉得我内心其实 是个挺善良的人 然后我也喜欢保护人 可以经常逗你笑 就算天塌下来了 也有我会去撑着 所以说 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保护你 灭灰子 我其实灭灯的原因 是因为你刚才 跟女嘉宾说你很黏人 因为我之前 有在这个舞台上说过 我是婚姻无所谓主义者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我是觉得结婚与不结婚 我们都一样 我也不太喜欢一个 太黏人的男朋友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要跟你说对不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感谢刚才有两位女嘉宾 给我留灯 但是最后 我还是选择了军动女生 因为我觉得人生爱情啊 就是有时候需要坚持一下 他可能觉得我 其实我说了一句 我挺黏人的 我说的黏人 是大家相互的关心啊 相互的照顾之类的 电视机前 如果对我有兴趣的女生 可以联系我 我请你吃棒冰哦 这小伙子 我看他几条片子 其实从本质上说起来很可爱 做男朋友也好 单位同事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 都会让人觉得非常愉快的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妨碍了他 所谓逗这个事啊 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他想达到每一句话 跟女孩的每一次沟通之后 他都要想得达到这个效果 这就老郭说相声 每句都要抖包的时候 也抖不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 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生活中 这孩子已经是非常好玩的了 但是呢 谈恋爱 应该多展示一些方方面面 这是他特别显著的一个特点 但是还应该更丰富一些 让你看到我除了能斗之外 我还有点别的 而不能说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到最后我都一路斗到底 这个也不太合理 而且好的逗逼都是让对方开心 对 他是让自己高兴 你看他最后问完问题之后 全场那么冷了 没有人乐 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尴尬 所以这个以后会 悲伤的喜剧原因 是会妨碍他的 对吧 男女嘉宾资料 同时可以进入报名页面 报名《原来非诚勿扰》 还可以通过百合网 正要往世纪佳员网站 或者到现场报名 来到《原来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金世元9月 对本节目独家冠名 金世元喜庆家 中国人的喜庆家 感谢水中贵族百岁山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男嘉宾 你模仿是不是很厉害 还行 但是他之前的男朋友 都受不了他的撒娇 我会输 这个 第二天就得把胃套出来洗 看一下她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人家都OK了 得来吧 我没有准备一般人 是爱的红玫瑰 因为我觉得你是特别的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特别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美好可爱 我没有准备一般人 都不应该被辜负 那我们就走吧 老婆还剩几个 李娜 王岳全 她更老 她更老 长得小 好